早安 早安 我們今天來吃七曼一間這陣子超級紅的網紅靠甩店 重點是 粉油麻 對 然後風洞 好 大家全部都擠在那個小小的店門口 超級多人的 2021年開幕的靠甩 販賣著結合日式風格的泰北黃咖哩麵 是現在泰國年輕人之間討論度最高的麵店 今天只開5小時 它這個牛肉是和牛 而且它是用噴槍炙燒補合 放在這個麵上面 Empiring order is special 特別是蝦子的靠甩麵 然後我還點了一個炸豆腐 其實在七曼這邊有很多靠甩老店都沒有 但是因為每間都要排隊 所以我就捨去了其他的 我就來一間就是最精緻 然後也是近期最網紅的店 第一次吃甘黃咖哩麵 它吃起來有一種沙茶炒麵的味道 然後帶一點微微的辣 而且它牛肉超級嫩 它的牛肉還有一點粉粉嫩 它是百葉豆腐 很嫩 它的這個醬是甜辣醬 然後上面有灑一些花生 它這個蝦子有點像是生蝦 超大的 超軟啊 超彈牙的 好Q喔 我覺得它吃起來很像黃咖哩意大利麵 吃起來味道很溫馳 我忘記放這個 我忘記放這個 或是什麼白白的醬汁 它的黏黏奶味比較重 我覺得湯的米乾的好吃 要吃一點點 吃奶肉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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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黃酒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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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分 第9分 Rin還點了一份定年圖鑑的水餃 來的時候超大顆我超驚訝 這根本就混沌8分 這感覺線爆炸多耶 都是肉喔 皮包又限多少 我剛原本還想說我不要這個水餃了 因為我吃不完 結果我還好買的超好吃的 Rin是水餃的 一彎100分 I give this 十分超喜歡 好 我加冰 來 Rin說既然都等那麼久了 所以他要把他想吃的都點一次 外面還超多人在排隊 蠔丁超綿密 以下的糖漿也不會很甜 它上面是起司慕斯 然後底下的酥皮也超好吃的 起司味沒有那麼濃郁 就是淡淡微微的香味 但是我覺得他的甜度很剛好還不好吃 但是我覺得他的甜度很剛好還不好吃 超飽 超飽 超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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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給你10個 我會給你10個 回家 不要 不要 太飽了 你來清漫 你不想去哪裡 你只想在家裡 用電腦 我跟你們說我們昨天去那個 那個妹康蓬 這個人 從頭到尾都給我背著他的電腦 巴凍古古年 位於瓦洛洛市場的巷內 曾經在泰國造成一股轟動 他們將普通的油條 做成了可愛的動物形狀 也是觀光客來拍照打卡的店家之一 它這間店其實有名很久了 但是因為我專賣的 它這間店太遠了 我一直沒有來吃 它味道其實就是一般的油條 只是造型看起來很可愛 很適合拍照而已 我的大象 太燦爛了吧 大象吃大象 大象吃大象 好酷喔 黑白相間的廟 好酷喔 好酷喔 黑白相間的廟 黑白相機 很酷喔 青賴每天尿都超美的 青賴每天尿都超美的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十二生肖圍繞在這封圍 它每個顏色代表的是星期幾就是泰國星期幾 然後我的生日是星期五所以是藍色的 Barring是星期三 所以是綠色的 然後它在上面寫上名字、出生跟年齡 我們把這個畫好旗幟拿竹桿掛在上面去 很漂亮吧? 很漂亮 你從來沒有看過這件事嗎? 我也是 它這塊布之後會換到上面去 所以我們寫著名字嗎? 嗯 我們剛從旅館休息了半小時之後出來 準備要去青麥大家都會去拍照的景點 Bratu Tape 這裡就是 Tape門來到青麥必打卡拍照的地方 我們剛才看見到這裡面 我們在這間餐廳 我們在這間餐廳 但我們終於完成了 柴瓦龍寺位於古城鎮中央 是青蔓最高的佛塔之一 這裡由三座寺廟所組成 明天就是新年夜了 和尚們忙著準備活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